台灣以農立國 農業做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和鄉頂齊的農會更加因為跟農民關係很密切 最為農民最好的後段 這次經濟的基站農會 因為萬一的建築擁有很久的時間 建築本身都有能夠破損的問題 歡迎農會經過向農委會正宿進行農屋村口 油皮菜尾 大家則有一個成龍專修的青蔥基地 第一件過程是油皮菜尾之後 這棟已經有30年了 所謂分農農會村口 已經有新的市民 分農農農會辦公大樓 早就已經完成中間 但是旁邊有一間村口 原本是作為成龍來使用 但是因為實在是太多 處定都會流水 根本沒辦法使用 所以農會就向農委會來建築 進行古村口的建築和柴尾 為這間村口帶來新的活力 這是一個舊有的場庫 然後在其實已經將近30年的時間 有點破爛不堪 然後因為我們舊藏庫 基於我們農會輔導 青年農民的一個業務之下 讓農民我們這棟藏庫 有租給兩個青農 一個是做藏庫 然後一個都是做食農教育的體驗 然後讓小學生來這裡做一個 像豆麻糬 然後稻米 稻米的那個賽稻米的體驗 然後因為我們的倉庫真的太破舊了 然後在農委會的幫忙之下 我們把這個倉庫重新做個整修 不再讓他 以前都會流水 現在也不會流水 整個整理過後 然後外面再做一個彩繪 讓很多小朋友 要做體驗的小朋友來到這裡 看到這麼漂亮的一些圖案 然後也覺得心況生理 也覺得會很開心 然後裡面的全部做個整理 對 然後就跳脫以前的舊思維 然後讓農會有一個小小的改變 不前前修蔡維港町已經全部完工 粉紅香都開麻糬的在這裡基盤 還有農業提供活動 這麻糬的先為粉紅香 另外一個打卡的新所在 新中華新聞北邊臨粉紅 蔡鴻博德